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平康 平康好生活 我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这个本地中南部 其实养殖蛮多 各式各样的虾子 包含我手上这样的泰国虾 或者这个草虾白虾 都是日常生活当中 最强应用的 你知道吗 虾子除了富含 优质蛋白质之外 还有牛黄酸 还有维生素 ABD1 钙铃心酶铁 实际上 虾子的营养素 是非常好的 可是呢 偏偏有一些人 吃虾子会过敏 那网路上呢 还有很多关于 虾子的谣言 待会这一节 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来分享 到底日常生活 怎么样来健康吃好虾 好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洪洪强医生 女官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好朋友 于雅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嘉一科的医生好朋友 许舒华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心脏科的医生好朋友 吴彥文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邦老师 大家好 再来也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嘉一华花花帖 大家好 大家好 先问一下宏医生 虾子其实热量低 然后这个几乎没什么脂肪 然后它是优质蛋白质非常好的来源 其实台湾本地的养殖的水产当中 养殖虾也蛮多的 不过网路上有很多关于虾子的谣言要澄清 对 其实虾子真的是一个好的优质蛋白来源 又富含丰富的矿物质跟维生素 但是网路上常常有一些谣言 我第一个最常见的谣言叫做 火锅煮虾飘橘黄色 这个叫做化学的虾红素 吃了会中毒 这个我来诚信一下 当然我们大家都有这个经验 这个我们看到蓝色的虾子 那煮一煮就变成红色橘红色 这是很正常的 我解释一下 有一个叫虾青素或虾红素 事实上他们两个是同样一个东西 只是一个是还原形式 一个氧化形式 正常的虾子那个叫虾青素 那虾青素它本身应该是橘红色 它本来就应该是橘红色 可是它叫虾青素 因为它有一个我们虾子里面 跟螃蟹有一个叫甲壳晶 当虾红素或虾青素跟甲壳晶在一起的时候 它呈现出来的是一种青色蓝色 那一种的 可是当遇到热 或说遇到浓盐水 或说比较酸性的物质 这个甲壳晶 它是一个蛋白质的东西 它会被破坏掉 破坏掉之后 那个我们讲虾青素 它呈现是原来的那种橘红色 所以其实我们不管 我们在腌制虾子 或者说在煮熟之后 它呈现一个橘红色 其实这是很正常的 并不是什么有毒的物质 但是为什么网路会传出 这样的一个东西 其实如果说 我刚讲说这是正常的颜色变化 可是我们常常想说 你如果是已经煮熟 剥好的红色的那个东西 比如说我们去吃到饱的餐厅 它放了很久 它怕那个颜色不好 它就会再给你染一些化学 这个就不好 那如果你买活的虾子 然后煮完之后 变成这种橘红色 这个是没问题的 那还有一种像 常常我们在想说一些 它们在养殖一些鲑鱼 养殖鸡蛋 会加一些色素 那这个也有两种 如果你加的是那种茄红素 让你的鲑鱼的肉比较红 或说有时候会喂红麴 喂那些 我们讲说 这个是健康的 这是OK 可是它如果是 喂一些叫羊色饲料 就是一些 我们羊色饲料都加了一些 人工色素的 这个就不OK了 第二个谣言 叫虾头有重金属 为什么会来 其实我们在很多 养生的专家 会建议大家吃海产的时候 比如吃鱼 你就不要吃鱼皮 跟鱼的内脏 因为我们很多的一些重金属 容易在一些皮下脂肪 或我们的肝脏 那虾子 我们当然虾子的 大家知道虾子的内脏在哪里 在头最多 它的卵巢 它的心脏 它的那个都在 都在我们的头里面 虾膏也是在里面最肥的 对 但是我虾子不像鱼那么大 其实虾子小小一只 我们讲说 如果说它有重金属 事实上它随着你血液循环 它整个虾肉 一样是有重金属 所以我们讲说 当然虾子如果说 已经有一些重金属污染 的话最好是整只虾子都不要吃 而不是说单纯吃虾头而已 虾头其实我们比较担心的是 当然是有时候你热一些 我们讲热量稍微比较高一些 如果一些心血管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那我问一下吴医师 还有一些人 对虾子 有一个刻板印象 认为吃太多胆固醇会很高 请问心脏科医师 到底伤害我们 这个身体的胆固醇 祸手到底是什么 真的是吃海鲜吃来的吗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开始注意到胆固醇这件事情 就是发现有一些人 他胆固醇抽血起来真的很高 像我自己有个经验 像冬天 你看我今天骚蝦这么厉害 就是冬天是我们心脏病的季节 前几天遇到一个病人 年纪很轻 最近带无人心理太好了 对 生意好这样讲也怪怪的 生意好听起来怪怪的 的确在冬天是我们这个旺季 前几天遇到一个病人 年纪很轻 40多岁 他跟我说他不咽不久 生活很正常 但是他第一次来看心脏科医师 就是在急诊跟我们遇到 然后血管都塞住了 急性心肌梗塞 然后住院以后 我们紧急血管打通之后 一抽血发现他胆固醇真的很高 然后病人就开始喊冤 他什么都没有吃 为什么胆固醇这么高 那事实上没有错 我们发现胆固醇跟心脏病的关联性是很高 而且如果我们在动物实验中 喂动物吃很高很高的高血脂 的确他们动脉硬化很快 可是事实上 我们血中的胆固醇的来源 其实跟吃东西 只有大概20%到30%的关系 也就是这个二八比 20%是你吃进去 80%是身体自然而然产生的 所以在我们最常见的一种遗传疾病 其实就是你有这种基因 然后你的胆固醇代谢就有问题 于是你的血管吃什么东西 都会很高 但是当然如果你本来就有这个基因 你又吃得更加的丰富 那当然这个风险是更高一点 不过虾子它其实有一个不白之渊 我们过去其实没有办法分辨 食物中的胆固醇 从哪里来的时候就去检验 然后就发现这个海鲜中 很多东西都有胆固醇 蛋黄这些都有 但是后来才发现说 在这些动物当中的这些 所谓的胆固醇 它跟我们身体产生的胆固醇不太一样 它其实是固醇 它颗粒比较大 所以它进到我们血管里后面 它其实并不会堆积在我们的血管里面 甚至它的代谢 可以把一些不好的胆固醇给带出去 所以过去它蒙蔽了一些 这个很倒霉的这个不好的传言 所以事实上我们回头去看 虾子里面虽然有一些胆固醇 但是你要靠吃虾子 然后让自己的胆固醇变高 其实还是要吃非常非常多 我常常跟病人说 你要吃多少虾子才能够等于一颗蛋黄 差不多就是三十只草虾 那一般人不容易一次吃到这么多 但是事实上在虾子里面 还有非常多好的营养 那其实好的蛋白质 这些对我们心血管来说 都是非常重要的东西 所以它过去污名化 很多时候我们都不太敢吃 事实上回头想起来 它其实是我们健康饮食中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那所以造成胆固醇的元凶 是加工的肉品是不是 对 就是我们常常讲的饱和脂肪酸 尤其饱和脂肪酸 经过高温烹调之后 它就会变性 甚至大家也都听过一些反式脂肪酸 这些都是不好的脂肪 所以你这些东西吃到身体里面去 或者是你加工烹调的一些东西之后 它到我们身体里面 它就会产生很多很多的过氧化物 自由基 会破坏我们的血管 所以这些才是我们餐桌上的炸蛋 其实健康的像鱼 虾 它们都是好的蛋白质 好的胆固醇 那问一下许医师 还有一些人 对虾子另外一个误解释 有些人吃了会过敏 我这边会分两部分解释 第一部分先介绍一个比较 严重的一个过敏案例 那提醒大家说 遇到这个情况是要赶快送急诊的 那另外是要跟大家讲说 其实真的不一定你过敏 真的就是这瞎本身造成 那这个案例的话 是一个39岁的女性 她是去海产店就吃饭嘛 那吃一吃很开心 但是吃完虾子大概五分钟左右 她就身体就开始不舒服了 那我们一般的过敏的话 大概譬如说像是流鼻水啦 然后眼睛发肿 或者全身起疹子 那她不只是这样 她的严重程度是 她就是肿胀的情况呢 其实眼睛 然后嘴唇 舌头 乃至于她呼吸道 像喉咙 气管症的地方 其实都有严重的一些 水肿的肿胀的一个反应了 所以就导致说 她有呼吸不顺 呼吸困难的情况出现 那这个是很危险的嘛 比如说要紧急送到急诊群 那到院的时候 其实她一开始呈现血压 她开始往下掉 心跳很激素的这个情况出现 那这个情况 我们是很严重全身性过敏 那因为血压也是上帝的关系 她是一种过敏性休克 的一个情况的啦 对啊 所以如果说有遇到这情形 其实是必须要紧急送医 但是虽然说 这个女士 她是吃了虾子之后 马上有这情况发生 但是我们也是要 跟观众朋友讲一下 就是说 你吃虾子 其实为什么会过敏呢 可能有下面三种原因 比如说第一种原因可能是这虾子本身 它是不是已经不新鲜了 比如说像是 因为甲壳类的这个食材 它如果说 蛋白质会直变嘛 对 那死掉了以后 它本身就很快速的 就是变得不新鲜的话 这可能是造成过敏的奇异原因 那第二个是 有些品质可能不是这么好的虾子 它是有加一些添加物进去 比如说像是二氧化流浪 或者是磷酸盐之类的东西 那你吃进去 你不是对这虾过敏 其实是对这个添加物过敏 那当然第三个原因真的是 还是有些人天生 就是对虾子本身 就是原基球蛋白的成分 它就是会有过敏的现象 那如果是这个的话 就这样比较无解 但是如果你有的时候吃了会过敏 有的时候不会 那表示你是吃到了不新鲜 或者有添加物的 那如果是新鲜的状况OK的 就会相对比较好 那接下来 阿方老师就要来分享 虾子真的市面上 那其实本店养殖的水产也蛮多的 我们先看阿方老师特爱的泰国虾 这个好像都是南部屏东一带 蛮多养殖的业者 他们用那个水车把它送上来 然后基本上你在市场上买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条件就是 它不会干干的 它永远就是在水里面跳跳跳 新鲜的 对所以我每一每如果在市场上看到泰国虾 我就一定会买 那回到家我自己就会把它洗干净 剪一剪 就是那个头须啊 脚啊把它整理干净 然后家里面我们常常会有买食物 会有那个盒子 底下可以 你就把它排一排 对然后上面垫一个这个厨房纸 再排一排 把它一层一层排 我今天就直接送冷冻 冷冻我拿出来 基本上不需要解冻 你只要水龙头底下 冲一下立刻就可以下锅 对这样子就可以保持 它就是很像是活体虾去做烹煮的 那除了泰国虾 其实我们国人妈妈 现在很容易买到虾 对像以前艳客的时候要大明虾 可是这几年海洋资源越来越贵 大明虾我们现在养殖还没有办法 那么台湾没有办法 所以基本上会有草虾 还有就是海外会国外进口的会有草虾 那草虾一般会用纸盒冷冻 会打盐水包冰 这是正常的 就是说你买虾 不管是草虾或者是白虾 你很容易现在买像这样一盒 然后在里面它可能会针对你的需求 它有分规格大或小 那基本上妈妈也是 就是你买的时候 要稍微可以看到 里面的这个冰块 它是不化解的 然后是虾的整体颜色是很均一的 那稍微头一点点微微的黑 我觉得这个是很自然的 为什么反而你有的整个 没有任何的瑕疵 它就不是这么正常 可是到了这一盘 你会看到的宁关前面的这一盘 它整个的色泽已经都变色 然后可能你拿起来闻的味道 都很新 这个新多了 对 就是它会很新 那基本上 这可能是我们制作的大卖场 因为有可能就是 而且当卖场有的时候 它有保存期限嘛 没有啊 你知道他们是因为要卖 然后要散卖 就是说是整个大箱子 它要让你挑 它一定要用水冲过 可是冲过之后 它就开始往解冻的方向 那虽然它打在那个冰枕上面 让你张妈妈 王妈妈都可以挑 就是那个所谓的散买的现象 但是你看看早上9点买的 跟下午2点买的 当然不一样 整个的新鲜度 对不对 那可能最后还有一个 就有习惯会买那种 叫做黄昏商品 就是有的妈妈说 那这样子卖场 他就说我尽量减少折号 那折损我就把它包起来 卖给人家 可是事实上 这个回到家 第一也不帮你料理加分 还有你在家里面 饮食就有危机 所以我觉得说 我们没有别的 虾子就是新鲜 然后这个是 虾米跟樱花虾 对 樱花虾 虾米的话金狗花 有国产的东港很多 然后也会什么 越南进口 宜蘭也有 就妈妈挑你安心的 但原则上都是怎样 颜色不要太红 还有干燥 就是干 既然它叫做干 放干 它就是要干爽 不要潮湿 然后没有什么腥味 对 对 就是没有什么 苦臭的 对 我觉得这个是 学会辨别 回到家这样的干货放哪里 放冷冻库 好 冷冻不是有个门 旁边有一个小槽 可以让你放吗 那你少量适量买 然后空气排出 放冷冻 那要用的时候再拿出来 这样子 好 那这个是日常生活 我视频上看得到的 各式各样的虾 那阿芳老师今天 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对 阿芳老师今天要分享的是 要做泰国虾来烧这一个 菠菜 菠菜根 就是一个窝蛋的 广东的料理手法 然后用的是把虾拿来 其实在家里面 妈妈用那个白虾 炒虾或者是用我今天的泰国虾 都不违背 都是OK的 其实肾分阴阳 过了35岁 肾阴就会急剧下降 另外一个是肾阳虾 像绿色的东西 在中间里来讲是乳肝 加的是乳肾 乳肝肾 然后加一些蛋黄 可以涂化我们女性的荷尔蒙 是很好的一个 补肾阴的食材 这是一个 类似海鲜羹的做法 但是它要让我们 这里面会有什么 会有肉鲜 所以我放一点绞肉 现在我们就是炒这个绞肉 然后我用水一煮 热水一煮 是不是这就是很现成的肉汤 肉汤肉鲜来煮海鲜 就让它这个海陆双鲜的鲜甜 都留在汤汁里 对 好 这个时候再来下一点这个水 那就是现成的肉汤了 对 就立刻整锅 好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虾子 你摸摸看 整个还是结冻的状态 对 就是我在家里面 因为虾子是熟的快的 熟的很快 因为我们还要做调味的工夫嘛 然后呢 基本上 为了家人的 那个吃的安全 妈妈你要有做菜的人 要稍微废一下心 杂虚 前面的尖刺 要稍微的去修整一下 对 所以这个时候虾子就可以下去 对 因为它很快熟 我们一面调 那因为今天是广式的烧法 所以今天来的是 来 我先调鱼露 我们调一点鱼露 所以这个在家里头也很容易够吃 久等一下 对 好 然后广东的羹 用的不是太白粉 对 用的是玉米粉 玉米粉 对 它的嵌水呢 我今天为什么要勾这个羹的原因 是等会我要加入了大量的蔬菜 我们那个汤有肉鲜 有海鲜 然后还要蔬菜的搭配 才会很营养很均衡 可是菠菜 如果以往我们在家里面炒 菠菜是一个很吃油 对 而且很涩 对 如果我放那么多水去炒它的话 起来是很干涩 不好吃的 可是当我挂上微微的 一点点的薄芡 增加那个汤水的浓度 我就可以不用像炒菠菜一样 放那么多的油 好 那相对就 就也比较健康 好 阿芳老师 我们这一锅滚了 然后它一汤一滚 对 汤滚了之后 它就慢慢的就在煮这个 浮泡 然后呢 我们要把这个上面的肉 虾子产生的一个 肉末 对 蛋白质浮泡 对 要把它打干净 这样你的菜才会漂亮 好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现在大概 虾子只才才到七分熟 对 我们就开始做所有的动作 好 虾子七分熟的时候 这个玉米粉的薄芡就可以下去了 慢慢的稍微打它 哦 广东人的薄芡是这样子的 对 然后等会这个汤很鲜嘛 好 然后这碗热汤啊 你就可以先喝一点汤 把菜吃完了 大家都知道 吃虾子最大的工程就是在剥虾 对 剥壳 对不对 那就是吃完最后才剥那个虾 所以你等会会吃到大量的蔬菜 跟勾的有浓度了 对 好 然后再来 绍兴酒 好 这个是黄酒系列 一点绍兴酒 刚刚阿宝昕老师的调味是鱼露 对 这个时候大量的剥菜 加大量的剥菜进来 因为刚刚打的玉米羹 所以剥菜就会比较滑滑 滑 整个是滑的 它不像 如果这些菠菜兑这么多水 它整个的色度会很高 可是是先打芡才下菠菜 对 就等于说也不让菠菜的水分流失 然后广东人的菜名 当你见到窝蛋的时候 对 就是在这一锅 什么各式各样的食材里面 它要起锅前 对 来一颗蛋 对 就帮你放那一颗蛋 怎么窝 它就放在这中间 然后慢慢的随着热滚 然后到上桌的时候 它会帮它慢慢的窝熟 然后要吃的时候拌匀了 里面就会有那个蛋丝 那为什么我觉得也很像 韩国人的泡菜锅 也是最后一颗窝蛋 然后就再来一点点的香油 好啦 然后现在你可以看到蛋开始在窝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哦 阿芳老师的窝蛋 菠菜鲜虾饱真的很好吃 对 我以为你看不只好吃 非常好看 漂亮橘红色的虾子 游在那个绿色的菠菜海里面 非常漂亮 那我就觉得我每次去北海岸那边 什么去吃海鲜 那每次到虾子 我会问他说 师傅 虾子要怎么料理最好吃 他说只要新鲜的 你什么都不要 就煮就好了 对 清蒸的 最棒的 最甜的 没错 所以今天阿芳老师到料理 我觉得他最最最最重的 当然是主角是虾子 虾子吃起来真的非常甜美 非常新鲜 那加上那个菠菜的那个口感 非常软嫩 他煮完之后那个柔柔软软的 加上他的咬下去之后还有一个 他里面有一些小肉块 小肉罩在里面 所以非常非常棒的一道料理 是一个健康 不会感觉说添加了很多一些食品添加物 加油盐糖这一类的 非常棒 那我们一直这样讲虾子 我们最要注意的是什么东西 新鲜 其实新鲜之外 我们讲说其实很多人会方便 都去买那些泡水海鲜 我就举一个很惨痛的经历 我有一个病人 他他本来慢性胜衰竭 大概到第四期而已 大概有一次来我们只能说 哇 整个毛囊也整了一颗一颗 他一直抓到破皮流血 我就觉得 奇怪他平常尿毒好像没有那么糟糕 为什么突然整个这样 那我就问他太太 他饮食他最近怎么吃 他说他知道要限蛋白 所以他不敢肉 猪肉牛肉不敢吃太多 可是他觉得他贫血 那他又吃海鲜 那他吃什么海鲜 就是蚵啊泡水 蚵啊泡水的虾仁 几乎每天吃 你知道这个本身食物 他就有磷酸盐 那加上他们为了保水固蛋白 他加了更多的磷酸盐 哇那整个磷酸盐 非常非常高 那磷酸盐 其实对我们身体的危害 一个就是我们讲 叫毛囊也 他会累积在你的毛细孔里面 他整个跑出来 那就非常痒 一直抓 那叫尿毒性的烧痒症 跟磷酸盐 我后来开了一些零结合剂 给他 那磷酸盐高 其实不是只有皮肤的问题 他还会沉积在你的血管 所以我们讲说 到处都不止海鲜 我们的锅烧面 里面很多磷酸盐 我们的饼干蓬松剂 那个也都是磷酸盐 那当然很多人说 腎脏病要限蛋白 不是叫他们不要吃蛋白 其实吃海鲜是吃对的 但是他如果像阿芳老师 这样吃的是一个新鲜的虾子 就不会有这个问题 我跟大家讲 虾子营养 我们一般腎脏不好的 我们叫限蛋白 每公斤体重 只能吃0.6到0.8公克的蛋白质 大概等于我们的二分之一 我们如果算分数 一般人吃八份蛋白质 他只能算四份 而且要二分之一到三分之二 要一些优质的蛋白质 虾子我们来看 分解一下他的营养成分 你看他100公克的虾子 13.9公克的蛋白质 大概多少 一份牛 一颗鸡蛋大概10公克 所以他比一颗 他一份比鸡蛋的蛋白质含量 还丰富 那大概等于一杯牛奶 左右的一个营养 那他里面还有一些维生素 ABCD 我刚刚有没有念错 有没有C 他真的有维他命 维他命维C 很多 可是他很小了 两毫克而已 这当然我们一天需要到1000毫克 所以维他命C还是在青菜水果类 B群非常丰富 所以吃海鲜不只得到 必须胺基酸蛋白质 它可以提神 如果说维生素B12不足的话 其实也会有一些周边神经问题 或者是说贫血的问题产生 如果我们要补充 从食欲当中 去补充维生素B12的话 那沙子它也是一个 不错的选择 小朋友缺钙长不高 老人缺钙骨头会松掉 大人缺钙的时候呢 半夜睡觉会抽鸡 所以我们对于一些 有代谢症候群的人 或家族就是有高血压的这些人 特别提醒他们要补充 这个所谓钙的这个部分 其实慢性肾衰竭的病人 很需要维生素B群 所以它B1 B2 B6 B12都很丰富 那还有一个它的心含量非常丰富 还有当然它有一些甲钙骨磷 这些叫必要的一些矿物质 可是肾脏不好的人 他需要腺钙跟腺磷 你看它的甲是287毫克 零是294毫克 所以吃这个的话 我们讲肾脏不好要吃优质蛋白 但是分量还是要注意一下 而且要搭配我们刚刚讲到 吃钙片 这钙片可以把那个零给代谢掉 而且冬天吃虾中医的角度来讲 也觉得非常好 对虾子有一个优点 它可以除了补肾羊 还可以补肾鹰 大家对于虾的印象都是补肾嘛 肾气到底对女孩子有什么重要性呢 那不是只有两颗肾主宰我们的那个排泄而已 中医的肾是主宰那个是讲生长发育 还有内分泌还有免疫的调节 在冬天是我们养肾的一个很好的进化时期 那肾气呢 在我们中医来讲是先天之本 他一出生大概就这么大的蓄积量 他只会随着年龄越来越少 那女性呢 在急剧老化的一个门槛就是三十五岁 过了三十五岁 肾鹰就会急剧下降 会有什么现象呢 像我之前有个患者 他大概已经接近四十多岁 有更年前期的现象 他会有一个上热下寒的现象 因为现在患者很少是全寒或全热的体质 都多少都是有点寒热夹杂 外热内寒或上热下寒的现象 他可能冬天的时候睡觉常常脚会冰冷 会睡不好 月经也不顺也会痛经 可是呢他常常脸部是潮红 而且皮肤会偏成干痒 他一来的时候 其实是来调理九糟性皮肤炎 那其实皮肤整个泛红长疹子 会容易过敏 但是他其实是手脚常常很冰冷的状况下 所以他常常越经管就会开始去补一些东西 结果越补皮肤就越来越糟 那我后来去研究他的饮食 我会建议他去补肾鹰会比较适合 那什么是肾鹰呢 那我帮大家整理一下 其实我们补肾不能乱补 其实肾分阴阳 肾鹰呢 肾鹰虚大部分发生在中青年 为什么是说中青年呢 现在很多年轻的女孩子都已经是未老先衰 因为大部分都是熬夜 吃一些烧烤炸辣的东西 肾的精华物质叫肾鹰 很容易都耗劫掉 所以会有一些虚火上炎的状况 虚火上炎就容易说腰酸 灶热 倒汗 而且那个倒汗是属于碗间才会倒汗 所以属于那种五星凡热 那种热很特别 就是手心脚心 还有心窝会有那种五星凡热的现象 比较适合吃一些滋鹰的东西 例如不是只有虾子 或者是一些山药 海鲜 或者是港式煲汤 港式煲汤里面的一些鲍鱼啊 或者是花椒啊 那些东西都是大量滋鹰的食材 还有今天阿芳老师煮的 我觉得是蛮适合女孩子的 因为像绿色的东西 在中青年来讲是乳肝 那个虾子是乳肾 乳肝肾 然后加一些蛋黄 可以活化我们女性的荷尔蒙 是很好的一个补肾鹰的食材 另外一个呢是圣阳虚 那圣阳虚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是怕冷 那种女孩子 其实四肢常常冰冷 而且脸色看起来 就是非常苍白 然后常常会有一个水肿 早上起来 就是开始有四肢水肿的现象 而且他性功能是非常地下 男女都接燃 那像这种圣阳虚 在虾子料理上 我会建议放一些比较补的东西 比如说像枸杞人参虾 或者是一些当归虾 之类的东西 或者虾子跟一些辛香料 比如说葱香酸一起煮可以补到肾羊 所以我们在补虾的时候 其实要注意到底是 自己是肾鹰虚和肾羊虚 会跟不同的食材和药材搭配 好那请教一下许医师 刚刚洪医师提醒大家 虾子除了有优质蛋白质 还有丰富的B群 那其中包含维生素B12 对于现代人 尤其是老年人来讲 很有帮助 对对对 就是如果说维生素B12不足的话 其实也会有一些周边神经问题 或者是说贫血的问题产生 所以这边跟大家提供一个案例是 她才50岁 一个50岁的中年女性 那主要就是 有一天性微发烧 到医院来 那结果抽血是发现说 她白血球啦 血色素 然后血小板 都下降 那问一下就是她家人说 最近这半年来 就发现是有整体食欲不振 全身都很无力 很衰弱的这个情况出现 那更重要的是 她有一个 就是性格大变 就是原本呢 她是一个很温和的一个女性 但是这半年来也是一样 开始变得很易怒 容易被激起来 那再来就是说 一生一鬼的 那忘东忘西 然后也会有时候想说 是不是有人要害她 这样子 所以 家人很担心啊 就担心说 是有被杀到什么吗 还是说真的是 生了什么严重的病 所以就赶快带来医院看 那结果检查的结果呢 它就是一个维生素B12的 缺乏的情况 而导致的所谓的锯球线的贫血 然后再加上有这个 就是早发性的失质 因为她才50岁 所以是一个早发性失质的一个问题 这样子 对啊 所以给大家看一个手版 就是也来复习一下 假如说我们有维生素B12缺乏的情况的话 以刚刚的这个女性为例 的确她就出现了一个疲倦无力的情形 那另外就是血液系统刚刚讲的三种 三种血球 包含像是血色素啦 然后还有像是白血球 血小板 这些都开始低下了 那肠胃系统方面的话 会出现有厌食 或者是一些舌炎 腹泻 那甚至像是她有体重减轻 因为整个食欲也不正嘛 那接下来就是更重要的 在神经系统方面来说的话 会有一些周边神经病变 或者小脑病变 那以这个女性来讲 她就是提前发生了一个 早发性的失质的情形 这样子 对啊 所以如果我们要补充 从食物当中去补充维生素B12的话 那虾子她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像是草虾如果食肢啦 食肢来讲的话 大概就是有满足到我们一整天 我们维生素B12大概一半 这样含量就可以达到了 那当然就像洪医师讲的 有一些譬如说肾脏比较不好的病人啦 等等的 可能在食用虾子上面也要多注意 那接下来我们花姐也要分享一个 健康又好吃的五行辣味干烧虾 这个是韩国菜吗 这一道呢是山东菜 山东菜 对 这个是你爸爸妈妈教你的山东菜吗 对 姜亦宏在马来西亚开的餐厅也卖这一道 好像是叫再回首吧 真的假的 记录这么小 对 她的山菜叫再回首 她的歌名 异东的心 跟王思坦贝去改变了 所以我26号去看一看 她到底哪一道菜是怎么配的 怎么配的在里面 所以这道菜叫再回首 再回首 因为可能后寻节回味嘛 那其实这一道呢 一般来讲我们中国人的菜都是炸 对不对 那我们在家庭里面 我们也是炸 那我们炸了以后呢 我们炸了以后我们油怎么办 你开餐厅以后一天就用光了 所以我们就改变做法 用煎的 好 我今天教给大家用煎的 刚好这个也可以当年菜来做 因为我为什么用两个锅 你炸的话 一个锅 半锅的油 我们就炸完了 差不多一盘的话 这么大的虾呀 这么大的草虾仁 剥好了以后 这个是今天剥好的草虾仁 十二到十五个 就够白一片 那我们是整个炸 餐厅的话 那我们现在要煎 你必须要把它从背上剖开 让它薄一点 要不然它不容易熟 两边熟了 或者焦了 你技术不好 焦了中间还会老 虾子是很容易熟的 刚刚阿芳老师也会讲 虾肠子 很大的草虾 肠子比较少 对 对 那我们尽量把它剥掉 那我们呢 就分批 这个是面粉 加一个蛋 我加少许一点点的盐 给它打成糊状 这个不是太白粉 就一般面粉 不管你家里有什么 中筋高筋低筋 都无所谓 因为它不是说做发呀 做面包之类的 所以都无所谓 所以我现在呢 量因为我们今天人 比较多一点 水量给它做多一点 我就用 在家里 你过年一定要炒菜嘛 那你就用两个锅做呀 好 两个锅做了以后呢 你就可以怎么样 两个锅再炒菜呀 油也不浪费了 好 这样子 所以我们现在 所以我们这个现在 就是用面粉 先让它这个裹上 对 然后下次给它白扁 天妇罗的感觉 对白扁 裹一点面粒的 那这个呢 你也可以说 弄那个面呢 面粉 给它裹一下了以后 这个人好像从来都不炒菜呀 真的 是吧 你会炒菜的话 你就知道虾熟了就是红了 对 它绿子是没熟啊 但是现在因为我们说市场的条件很多 有的人会买 连那个虾子水烫 基本上两分钟就熟的事情 一两分钟就熟 可是连虾 活虾 都有人是吃那个 买来就是帮你烫好的 可是你只要仔细眼睛再多看它一两眼 你会觉得它红的不正常 对 就很像我们到 而且那个橙色 而且那个橙色都红 对 就会像我们到那个 削切的那个水果摊 你会觉得 哇 它的颜色怎么这么漂亮 因为它上面的灯光 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们在家里面 虾子你自己煮一下很快 是的 好 花姐这个其实有点虾球可以翻面 对 翻面 如果我们是炸的话就整个了 对 像炸虾呀 不像一般用太白粉炸面一样 你一定要再去炸一次 不需要 然后炸这个任何一个东西 你在里面看它 好像还没到金黄的时候 你就要捞出来了 等你捞出来 金黄的它又黑了 它会后手变色 对 对 你看这虾子很好熟 所以我们现在稍微让它翻面 很好熟 其实有一点金黄色 是 那因为那个面衣刚刚有一点淡 所以那个金黄色看起来非常的诱人 是的 所以这样的虾球也好了 而且它也定型了 所以你开双锅的逻辑是 今天的虾子食材比较多 干脆整个都烧掉 对 你如果是过年 如果是都来家吃饭 或者人多像我们喜欢吃虾子 那你会觉得不够 那你就用两个锅子 反正你要热菜炒菜炒青菜 你都要用油 你就不用刻意的 那花姐你今天要配菜的五行五色 我今天配菜的五 我看一下这个是洋葱切末 那这个是香菇切末 红萝卜切末 小黄瓜切末 这个是玉米笋吗 小玉米笋 小玉米笋 所以五行五色配着草 是 这个就是五个颜色 白色 黄色 绿色 红色 黑色都有了 对 好 有 中医对你很满意 对不对 山东菜也讲究五行的调味 有的时候为了其实以前的人 拿什么知道五行啊什么的 只是觉得这样配起来 颜色也很漂亮 对 好 好 你这个虾子 因为沾了这个面粒之后 现在是很大块的虾饼了 对 所以沾一点面粒还是有逻辑 有帮忙的 我们这个就这样给它摆着 因为它有余温 然后我把白的给它摆下面 所以很多做菜也是要经过你的一个 头脑去反应 反应去怎么去做 因为我们入锅的时间不一样 是的 然后两边的火力也不一样 对 前面的已经先熟了 好 先把这个蒜泥放下去 你不是说韩国人不爆香的 山东菜嘛 我每次都跟他说韩国人不爆香的 那洋葱子一定要给它先炒下去 因为我们希望它黄一点 洋葱的香味出来 然后它的辣味会减少 所以这山东菜是你们祖传 爸爸妈妈这边传下来的 是 我爸爸以前逃难到韩国去的时候 就卖炸酱面炒马面 海参肘子什么那些我都会做 跟爸爸妈妈学的 好 所以我们这五行五色的蔬菜 都可以下去拌炒火会大一点 温度会降下来了 因为菜是冷的 对 所以这个时候就让它拌炒 对 我们也不用太多的油 因为等一下虾本身有油 所以它会吸取虾的油 好 那像黄瓜 红萝卜这些 因为我的这个丁末切得很细 对 其实我们在餐厅的末 这一半的就好了 那我想说我们要健康 我的蔬菜就摆得多了一倍 多了一倍呢 我们这个时候加辣椒粉 红色来了 辣椒粉 是 山东人也吃辣椒粉吗 以前没有 还是真的是你韩国的辣椒粉 现在韩国都被韩国人感染了 所以餐厅为了生意好 就改变了一点做法 好 所以辣椒粉是韩国菜的传统做法 对 然后我们现在摆糖 好 糖不用太多 用糖来平衡 对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酱油 对 酱油是要用边上去呛 是的 这个时候好香 好 这样了以后呢 再让它拌炒 所以酱汁还要跟我们的虾饼拌在一起 是 我怕焦 我先把火关了 我们在餐厅的我们就用漏斗了 砰子倒进去就好了 所以要让刚刚的酱裹上我们的虾饼 是 哇 这看起来好可口 看起来好像地风汤 对啊 那我们就来上菜 其实我以前蝦子很喜欢吃一个泰式的那种虾饼 泰式的虾饼就在吃虾饼的时候又感觉吃到虾子的那种味道 可是我觉得花姐这道料理远胜那个泰式虾饼 它一样它是把饼跟那个虾子整个分开 你看你刚咬的时候那五行蔬菜那个辣味 它大加分有一些蒜味 你现在能吃辣了 不是 这么大便宏医师来讲小配子现在 没有 因为它的蔬果都有水分 所以会平衡掉它的辣 它光是吃那个面皮就好好吃 我好喜欢吃 然后咬下去又吃到那个 我们讲虾仁的那个鲜味 那两个又刚刚好 因为虾仁比较没有那么咸 那又把那个咸辣整个给中和掉 我真的是太棒了 我现在小朋友还有爸爸在配酒菜也很喜欢吃这个 那问一下吴医师 刚刚讲虾子富含维生素B群跟矿物质 那除了说B12对心血管有帮助之外 实际上矿物质对心血管的影响也非常大 事实上我们这边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钙 钙离子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东西 它在我们血压的平衡上面非常的重要 那以前呢我们怎么样发现说钙离子是很重要的呢 就是一开始大家看到的是孕妇 大家都知道小朋友要发育一定要补钙嘛 可是我们发现说如果这个孕妇群啊 是有补充足够的钙的跟没有吃钙的 一天大概差血压他们可以差很多 甚至有人因为钙补充不足 会发生所谓的认诚性高血压 所以其实缺钙是很可怕的 那大家都知道小朋友缺钙长不高 老人缺带骨头会松掉 大人缺钙的时候呢半夜睡觉会抽筋 但事实上呢刚提到了 钙对血压的平衡重要 那原因到底是什么 其实很多种理论的说法啦 其中一种说法是说 它可以让我们的肌肉放松 所以当我们的血管的肌肉放松的时候 我们血压自然而然就会比较正常 这跟我们脚抽筋的原理 其实还蛮接近的 那也有人认为说 其实钙是一种重要的离子 所以它会让我们身体之中的 电解值达到一个平衡 大家知道这个钙呀 钙啦如果不平衡的话 很容易会高血压 尤其吃很咸的东西的时候 我们就会顺便的排出很多这些钙呀 钙这些东西 事实上钙也会流失 这个时候呢血压也会比较高 甚至也有些人提到说 钙离子很低的时候 我们负甲状腺素活性会起来 所以血压就会高 那到底是不是你吃钙就不会高血压 这样讲好像也太夸张一点嘛 不过我们常常说 如果你补充这个充足的维生素 包括这些维生素啊 钙啊这些东西的时候 至少你可以不会因为这件事情 而血压变得更高 所以我们对于一些 有代谢症候群的人啊 或家族就是有高血压的这些人 特别提醒他们要补充 这个所谓钙的这个部分 那刚刚讲到孕妇的部分 也请教一下许医师 很多孕妇很担心吃海鲜 尤其担心吃虾蟹 对就是网路上其实有一些 当然也是谣言啦 会搞得就是孕妈妈 就是人心惶惶 就是会这个不敢吃 那个不敢吃 然后反而影响到自己的心情 那像其中有一则 谣言大概就是这样讲 她说一个孕妈妈呢 她本身很喜欢吃海鲜 虾蟹这类的东西 那她本身对这也不会过敏嘛 所以她孕期就照常吃 然后她几乎就是 每天都会摄取一些这样子 那结果呢 生下来的小朋友 就说三个月就被诊断出 她有异味性皮肤炎 这个问题 很可怜啊 小小的一个小孩 然后全身红通通的 有时候因为养什么关系 就这边抓破那边抓破这样子 所以弄得这个妈妈 她本身也很自责 就想说是不是因为自己 在孕期的时候 没有注意饮食啊 吃太多这种所谓的 狭窃的关系 但是这边真的要为妈妈 平反一下 是说 就是过敏性的事情 百分之八十是决定在遗传 也就是说你爸爸妈妈 假如说有一方 她其实就是有过敏体质的话 那小朋友其实她有过敏的这个情况 当然可能性也就会升高起来 那像是平常孕妇去产检 医师跟她讲说 你不要吃就是说会让你自己过敏的食物 那这个原因是在于说 不要让妈妈本身不舒服嘛 因为你吃这个容易让自己 就是有过敏反应的食物 当然就自己不舒服 但是倒并不是建立在说 要让小朋友预防 她以后不会过敏 不是因为这样子 所以这边综合的建议啦 就是说假如妈妈本身 其实你本身对这个食材 原本就不会过敏的话 那其实你在怀孕期间 还是可以照常吃 因为我们目前并没有研究 显示说任何的过敏源 可能会透过什么胎盘 然后就影响到小朋友 造成她过敏体质 那讲到谣言 要请教一下于师 网络上还有另外一个谣言说 吃虾可以改善男生的性能力 其实这个是一般大家的迷思 我大概半年前有接过 对待不孕的夫妇 因为他们年龄不到四十岁 还没有打算要做那个赤管婴儿 想要用食疗的方式 来改善他们的一个生殖能力 可是经过半年的努力 其实反而适得其反 我要告诉大家 不孕症吃虾能够解决 大部分是属于我刚才讲的肾阳虚 肾阳虚会比较适合 可是我发现现代人 尤其现在高压社会 肾虚的患者不多 反而大部分是干预的体质 或痰虚的体质 像我刚才讲的那一对夫妇 像他妈妈 应该是说女性的话 他是典型的痰虚的体质 因为身材微胖 可能是胰岛素分泌异常 造成的排卵异常 所以不孕 像这种就是要清一些痰虚 而且要疏干离气 因为他月经前 常常会有一些现象 比如说乳房胀痛 小腹胀痛 那都是干气预制的 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个要让他排卵顺畅 绝对不是大量吃虾子 就能够解决的 反而这种人是需要好好的睡眠 好好的针灸 让他放松心情比较重要 那爸爸更有趣了 他半年来大量的吃虾 因为他说他每次去跟朋友吃饭 大家都会刻意去留虾屑给他 大量吃的结果 验出来是怎么样 反而精液 精液也过度的浓稠 他的精虫数量没有问题 精虫的形态也没有问题 反而是精液过度的浓稠 造成他活动度下降 造成了不孕 而且这个爸爸呢 其实很典型的是三高体质 也是属于干预痰湿的体质 你会看他的皮肤 常常会长一些丁窗的东西 那所以说这个开药的话 我反而是以通为补 把一些痰湿的东西大量的卸掉 他的精虫 等于说他的精液比较 他的浓度恢复正常 活动度恢复正常 很快的大概调理三个月 马上就已经有怀孕的一个 反而在怀孕的时候 这个时候才适合吃虾 因为女性在怀孕初旭 会不稳定 会容易的流产 这个时候适合吃一些虾 放一点黄酒 温补他的肾羊 能够安胎的作用 这样子 那节目最后 洪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丁您 虾子真的是营养丰富的人间美味 那吃虾子有三不吃 叫不吃生虾 不吃死虾 不吃隔夜虾 那为什么不吃生虾 我知道虾子里面 其实有一些在来自比较不好的海域 或说养殖 它事实上有很多的一些寄生虫 像一些废稀虫 那甚至有一些海洋湖 就曾经有人只是剥虾壳 被杀到而已 就产生差一点节肢 甚至死亡 所以不要吃生虾 一定要煮熟再吃 那什么叫不吃死虾 其实很多虾子死了 我们不知道它死了多久 其实它很多的组织胺 就会开始累积 很多人过敏 事实上是因为吃到那些 不新鲜的组织胺 而不是对虾子过敏 那什么叫不吃隔夜虾 你说隔夜虾好像还好 我是在煮过 其实很多时候在 我们讲虾子是一个高蛋白高原 很容易滋生细菌 你隔夜虾你吃的时候 尤其有一些慢性病老人小孩 吃完之后很快就拉肚子肠胃炎 所以这个记得这三步 好 谢谢洪医师的兵临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上面 提供给观众朋友分享跟下载 同时间我们的食谱 还有节目的预告 以及健康的资讯 也都会PO在我们LINE的 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 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账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